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國等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侯友宜昨天推出了人員政策 不但引爆了反俄派 炮聲融融 連主張重啟核四的黃世修 也看衰了侯友宜說 總統就算假 為什麼黃世修會批他總統是選假的呢 因為侯友宜過去說過 重啟核四 這個是一個假議題 他用這個假議題三個字 打垮了韓國瑜 不過現在 他竟然敢說自己是永和派 請問他真的是永和派嗎 還是選舉到了 變成胡說八道派呢 很多人在問 你怎麼會自己打臉自己 四年前的你呢 那你把新北市民動作 說 現在很多網友就問他這些話 新北市民情何以堪呢 所以我們看到 昨天我們在節目裡特別討論 侯友宜有可能是在複製2019年韓國瑜的論述 為了論述為了選票的結果 打臉了自己 打臉了四年前的自己 侯友宜說民進黨 能源政策錯誤 他這麼一句話 真的錯誤嗎 我們看看最近 我們的備載容量 都大概百分之十 這是相當高的一個數據 所以換句話講 備載容量百分之十就表示台灣不會缺電 請問這個政策有錯嗎 綠電的政策有錯嗎 所以既然現在沒有確定的話 你怎麼可以說能源政策有錯呢 現在很多網友也要問你 哪裡錯你講出來啊 所以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現在又出面替侯友宜背書 問題是侯友宜沒有提出相關的配套措施嘛 他只會說 我上任了以後再決心來處理核廢料 你上任處理核廢料 那怎麼處理 現在就應該講啊 讓民眾了解啊 這樣隨便講講 民眾會買單嗎 新北市民就會接受嗎 另外今天是我們關聖帝君 我們關公的生日 侯友宜說他就是有關公精神 每天把關公掛在嘴裡 穿著衣服 現在有個關公像 不過你真的對得起關公嗎 另外常常把關公掛在水邊 還有一個叫做郭台銘 他說他有關公精神 昨天的肇事 聽說來了兩萬個人在屏東 真的有兩萬人嗎 我們不管他 縱然是六千人 也是很多人 但是南營的議員 上台稱讚郭台銘 才是有關公精神 所以一個關公 兩個陣營各自的解讀 可是關公真的讓你們這樣解讀嗎 一個被人家說是 關公精神 請問這叫做關公精神嗎 一個被另外一個陣營說你拔拍照 請問這是關公精神嗎 關公精神可以拔手 關公精神可以拔拍照嗎 所以這兩個人拿著關公再耍來耍去 請問關公的大刀最後會砍向誰呢 關公會不會生氣呢 拿著關公到處甩 諸多的議題值得大家來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二是我們的立法院專門雄 台北市議員洪建議建議 雄各好 大家好 我們資深媒田陳同好 東好 大家好 來我們資深媒田邱明玉 明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的新北市議員江宜珍 宜珍 永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政治評論員余妹妹 妹妹 雄各好 大家好 哇 一個能源政策 可以打臉四年前的自己 這就是侯友宜 他說他當時批評韓國瑜說 這是一個假議題 重啟核四是個假議題 他今天說他要重啟核四 這怎麼一回事呢 看個相關報導 投入參選已經過了兩個多月 侯友宜的政策論述越來越清晰 更主動打出核能牌 綠營質疑他過去用消極的手段 卡核電廠建幹事儲存槽 現在為了搶救老三選情 急著擁抱核能 侯友宜也反擊 備來容量10.03 剛好接近等於黃色燈號 甚至企業份還有掉到10%以下 只有8.25% 其實人民過的生活是不安穩的 他真的應該要知道 能源的政策雙向錯了 藍白一起有核能 但核廢處理卻是無能 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政策 而且把使用核能扯成 台灣會缺電 這更是一種煽動性的語言 供電是充分而且有餘裕的 如果侯友宜 柯文哲 都認為要使用核電 那就要求兩位總統參選人 核廢料到底放哪裡 應該要清楚地說出來 賴清德陣營批評侯友宜 必談敏感的核廢料 用缺電恐嚇人民 國民黨立委則質疑 賴清德也開出了 重洗核電的條件 推翻了民進黨的非核家園 六月賴清德說 需要的時候 國安危機有條件的啟動 核能 為什麼賴清德可以講 國安需要的時候 可以重啟核電 侯友宜不可以講 一線是一核電 才有可能做到侯友宜說的 這個18%的核能發電 核廢料運不出去的時候 某個部分那個縣市 也有點像是一個核廢的堆滯場 真正的不可行 真正的吃人說夢 真正的猴急跳牆 藍綠各十幾件互不相讓 永和反和 是彼此間的核心價值 絲毫沒有妥協讓步的空間 我們看一下 提選領導人的三個面向 蔡清德說執政黨勇於接受檢驗 為什麼呢 他說哪個候選人提出國家總體方向 符合國家的需求呢 其次很直觀的比較馬政府跟蔡政府八年執政的差異 第三是候選人的條件比較 所以看看侯友宜 他今天講的他說他提出他的能源政策有四階段 減碳低碳無煤敬零 看起來是像個樣子 不過公布能源政策四個階段 侯友宜說二零五零年敬零台灣 敬零台灣不就是民進黨早就講了嗎 也是現在政府的政策啊 侯友宜自稱永和立場沒有改變 酸耐清德才是打臉自己 侯友宜拋重啟和氏 林之妙回應都不敢回應 回應看看啊 那核廢料放哪裡呢 和氏真的可以重啟嗎 侯稱有決心處理核廢料 綠批你背棄新北市民 而且又毀承諾 課侯揭提使用何能 那麼耐清德的政辦轟他說 藍白一起永和 卻無能處理核廢料 批侯未救民調 擁抱核電 左官廷說這樣有對新北市民重難落嗎 這樣子有關公精神嗎 你打你四年前的自己 這個叫做關公的精神嗎 關公有這麼的不重難落嗎 關公是一個很重難落 而且很忠誠的人 你對得起忠誠是兩個字 對得起新北市民嗎 所以侯主張永和 環保團體說核電不是政治提款機啦 所以換句話講他在叫侯友宜 把核電當作政治提款機 那請觀眾朋友們耐心 讓我把這一個讓大家來了解 侯友宜對核一到核三的態度 對核四的態度在這裡 核一到核三的態度 侯友宜怎麼講 首個任期要推動核一核二核三研議 問題是核一核二已經停機 已經停機了哦 爐心內放滿了用過的核燃料棒 放滿了哦 全台沒有乾儲的設施 或者集中式最終儲存廠 所以無法移除請問 如果爐心放滿了已經用過的 核一核二無法移除 請問核一核二怎麼用呢 根本就不可能嘛 核三運轉中研議需要 五至十五年前提出申請 實現已過也沒有提出申請 所以看看耐慶德說 核一核二都已經達到運轉年限 目前進入除異狀態 沒有研議的規劃 核三研議需溝通對話 這是很困難的 柯文哲對這個政策怎麼講呢 他說核一可行性不高 因為已經停下來了 核二核三他想要研議 可是這裡已經告訴你 研議是不可能的 看看核四的態度 侯友宜對核四的態度說 成立核四總體安全審查委員會 安檢即可重啟 問題是核四可以重啟嗎 核四有廠房跟設備不相容 空間硬篩動線錯誤 管線複雜等等問題 一千四百四十四素的燃料棒 均以外運回美國原廠保管 已經都運走了 我要讓大家知道 如果去過核四參觀過的人就知道 幾乎所有的設備都生鏽了 都生鏽了幾十年沒有用 也沒有蓋成 所以賴靜德很清楚講 核四公投已經過了 過了什麼 不重啟 已經過了不重啟的決定 柯文哲怎麼講 盡速體檢核四 決定核四的未來 核四已經經過我們公投 就是不重啟了 所以茗玉從這裡來講 這個能源政策是不是騙票的工具 我覺得這個話題好恐怖 不是說能源政策不能討論 我只是覺得說 侯友宜你不想要背邊緣話 你提出政策 我們也是給你肯定 可是你不要對這個冷飯熱炒 這真的很恐怖的一個話題 我先講了 如果二零二一年 在核四公投的當下 侯友宜你勇於站出來 你表態 你就說好 我支持核四公投 你現在討論這個議題 我給你比個讚 因為你從頭到尾立場是一致的 可是你核四公投 你的立場是什麼呢 你躲起來 歲月靜豪 然後那個公投 在宣傳的時候 你不要忘記陳玉珍怎麼講你的 當我們在前線拚的時候 你躲在那邊歲月靜豪 所以陳玉珍到現在也不會送你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那時候 你現在為了要擁抱深藍 你要藍軍的選票 你九二共識也吞了 你現在核四政策也吞了 這個好啦我必須講 你為了擁抱深藍真的做蠻多的 可是回過頭來 為什麼我說這個話題很恐怖 因為呢 又要從頭到再講一遍 剛剛勇哥又把當年的政策講一遍 我簡單歸納幾個點 第一個 他又開始在講空話了 在安全無餘的狀況之下 要核四重啟 什麼是安全無餘 你能保證嗎 你要怎麼保證 第二個還是核廢料的部分 他今天總算幾個出來說 哎呀有那個什麼膠囊 要找一個人少的地方 要埋在地底下 你告訴我要埋在哪裡 要埋在哪裡 當然有人是開玩笑很酸 什麼文大館 現在改成什麼 那麼多間 就改一間出來買一買 這個當然我是覺得網友很酸 可是大家的疑慮就是說 一樣你的核廢料要擺在哪裡 2021年大家就在討論這件事了 那我更不用講了 你核一廠的 核一廠的乾式儲存槽 你卡關卡了十年 法院也敗訴 法院判新北市敗訴 現在台電要幹那個乾式儲存槽 現在還在兩方 兩邊的工房當中 所以我在講超多的問題 所以這些事情 就是在核四公投的時候 已經討論過了 我最後要講了 在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剛剛用狗有把他之前的話講出來 那他講核四重啟的部分 那我也要問啊 你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你自己也講過 一定要讓核一核二準時除異 結果你現在又變了 要變成研議的部分 而且你現在不只是你要選總統 你到此時此刻 你還是新北市長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當核四公投 二零二一年核四公投的結果 當時呢 核四公投不同意 你不要說投票人數沒有過門檻了啦 你不同意票 四百二十六萬票 遠遠高於三百八十萬票的同意票 那這些結果 你要不要尊重 坦白講 你也是要 你是要做全民總統的人 那這個公投的結果 你要不要尊重嗎 更不用講了 你共僚 共僚部分 有高達七十六趴的人 是不同意的耶 所以我最後還是要問侯友宜 你現在不只要選總統 你還是此時此刻 你是新北市長 難道你不用尊重新北人的意志嗎 所以如果核一核二要研議 那換句話講 從淡水 石門 金山 萬里 一直到基隆 一直到直線距離的內湖 南港 都可以不支持國民黨的啦 為什麼 因為這都在核一核二 整個萬一出世的範圍之內 所以通通可以不支持他了 因為這些人都是反 研議的 都是反重啟核四的 所以怎麼來看呢 核友宜在2018年 他講出來就是說 要用核兩核廢後 核廢後沒有辦法處理 其他都免貪 2018年他就這樣講 2021年 你看看他去後馬英就把他抗拗 馬英就把他抗拗說 核友宜 你跟林芝廟一樣 不懂核廢後 所以因此你們才反核 馬英就是這樣講他 所以核友宜過去的立場 其實真的是叫做反核 你說核一跟核二 你說要研議哪有研議的問題 他已經是廚藝了 但是我現在核三 核三我每年七月一號機七月 也是要廚藝 然後核三的明年後年的五月二號機也要廚藝 那些人也稍微知道 稍微想一下也知道 你如果重新你要研議的話 你看你剛才念得很清楚 第一個就是要修法 你要拿到五年來申請 你現在是要廚藝後是要怎麼研議 你核友宜應該講說 我如果有機會當選總統 我重啟核一 重啟核二 核三就算你民進黨給我廚藝 我也要重啟核三 到時候就像你的核四一樣 就再一個一個來公投 他講這個 你說他這個四階段 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竹孟很好 但是你怎麼樣去落實 第一個 要修法的時候 我看你新北市 你國民黨你自己的立委 你手要怎麼拿起來 這第一人 台北市這立委你說叫他拿起來 說核四 重啟核一和二 也一樣都繼續他拿 我是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全台灣到現在 我們現在核能 我的核三 我們民黨的核三 我們現在算苦主 你知道嗎 我們的核能 核三最多會發電量 就是佔了5.6% 現在才要佔5.4% 發電量才5.4% 但是最高發電也到5.6% 結果政府在拼綠能 再生能源 開始一直來報報報報 我有突然這樣講 其實我想實在是很簡單 他現在把永和動作是萬寧丹 即使說我直接把白虎湯放下去 我先改割郭台銘 大家都回到聽話 還有一步 反正明年就要總統代算 總統代算算了 看怎麼再說 不然像現在什麼柯柯配 配一配之後 我如果不更強一點的主張的話 我有他全部都去把他氣爆去 但是我覺得能源政策太過跳通 他很多政策其實不是賣 除了這個核能以外 其他的政策那部分 政府現在就是在做 他講的也講得很方便 我也給你欽佩 但核能這個部分這樣講 不負責任 現在台電跟新北市政府在打官司 就在打什麼 干事儲存草 就是你核有餘 換人就打你輸了 你也是不需要發執責 所以現在講說 我如果我當了總統 我要重啟核事 我核一核二要研議 干事儲存草 現在台電就把你吐槽說 兩個要點讓大家去思考 蝙蝠碰到普魯內就說他是普魯內 所以侯友宜要選新北市長的時候 我反核把新北市民從淡水萬里金山石門 包括這些的票騙到了再講 現在呢要選總統說我是鳥類的我會飛 我不是普魯內的 所以啊 這是第一個 大家思考 侯友宜有沒有這個性格 第二個 他說安全無餘之下要重啟核事 安全無餘可以當做條件嗎 廢話 請問你家的房子能不能住 安全無餘才可以住 你的車子可不可以開 安全無餘才可以開 這個飯 這個牛肉麵可不可以吃 安全無餘才可以吃 廢話 所有的東西不都是安全無餘嗎 哪一件事可以說安全有顧慮我照吃牛肉麵 安全有顧慮我這個房子照住 有這樣子的嗎 所以安全無餘重啟核事 那安全無餘他叫做哎呀我有條件 那叫做胡說八道 所以動好怎麼來看呢 我不要擔心是侯友宜 侯市長不懂 他只是胡人吞藻的 接受別人給他的觀念 因為他今天的記者會是講 核一核二核三到核四 我簡單講一下 我不是在跟你講說什麼蝙蝠跟鳥類的問題 是安全的問題 什麼是安全的問題 因為在台灣有很多專家 台電原能會都有 他不是都是綠的 因為廚藝跟研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為什麼我們的法律規定 核電廠研議要五年的準備時間 這五年要做什麼 為什麼跟安全有關 為什麼跟我覺得回頭也會不懂 現在唯一有 還有可能有有研議條件的 就是核三廠 你要做研議的時候 台電要做什麼事情 他必須針對反應爐 周邊相關所有的設備 要去做先做一件事情 要先確認說所有的基地設備 所有的管線 所有這些相關的 他被在經過四十年使用之後 腐蝕程度是多少 每一個管線 每一個管子 每一個電線 每一個零件 都要做出標記 他還可以用多久 像以最重要的反應爐 跟他的那個氣機廠房這些來講 這是最難的 因為他們是污染最重的地方 他必須由科學的儀器 很精密地去算出來說 他比如說像管線連接的地方 氣法的地方 他到底被腐蝕到什麼程度 如果要換要怎麼換 有沒有辦法 所以研議 如果注意看我們的法律規定 廚藝的時間 比研議的提出時間還短 你要研議為什麼是五年 因為你這中間 你必須在外國顧問的指導之下 在台電本身的訓練之下 他還花五年的時間做準備 因為已經用了四十年了 那現在問題來了 我為什麼擔心侯市長根本不懂 因為你怎麼去談到核一核二呢 你如果去回顧一下 我現在不是講反核永核的問題 我們過去的核一廠跟核二廠 你知道發生過多少事情 我們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那個時候我們要拼什麼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我們曾經拼過核二廠 連續運轉創世界紀錄 可是官方在做宣傳的時候 從來沒告訴你那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他連續運轉 打破世界紀錄的同時 後來因為累積的那個放射 他那個有一個專業名詞我忘記 就是說那個輻射子 你知道造成核二廠 我記得好像是二號紀錄那個廠 曾經全廠要撤退 要把人撤出來 因為裡面超標 超過每一個人在核電廠工作 一年的容許的標準 你知道嗎 就是說觀念很重要 你在拼連續幾百天的不大修 然後連續運轉 當時我們沾沾自喜以為 那是了不起的成就 世界上沒有一個核電廠這麼幹的 可是你卻不知道你事實上是要累積危險 好 你回過來看 和那個 市長那天在講的東西 我覺得他們完全沒有概念 我在講說 我現在在講的意思 不是你要不要支持核能 或者你反對核能 是你如果對核能安全的那個基本 的概念都沒有的時候 那你只會變成什麼 不管你今天是原來是 你用安全理由反對核能 核四或者你現在要重新核四 可是問題你根本都不知道 裡面是什麼事情 只是人家告訴你 你可以這樣講 你就照備 你只是被訓練出來 當個推銷員一樣 推銷我都從核一到核四 你不知道那裡面的危險是什麼 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不是說這永和跟反核 你要先把 侯友誼你要選總統 你一定要把核能的安全是什麼 先搞懂再出來開記者會 我要問一下就是黃世兄 他說侯友誼你的永和是假的 你選總統也是選假的 這是藍寧自己講的喔 然後侯友誼四年前說 重啟核四就是個假議題 是個假議題 合一合二 哎呀已經除異了啦 不可能言議 這都是他講的 現在突然間他可以改變立場 請問那如果他要改變立場 四年前的侯友誼 是什麼立場 那就是四年前的侯友誼說謊話 還是四年後的 現在的侯友誼說謊話 還是說現在的侯友誼 要為四年前的侯友誼先道歉 說他說錯話呢 所以大家無煞煞 侯友誼說的話 其實不一樣 人家都把證據拿出來 而且有影片有相關的這些證據 他是的確這樣講啊 現在他怎麼可以這樣講呢 我這邊要說一下 我們昨天提出這個能源政策 其實是經過了蠻長一段時間的討論 甚至是我們七月底 因為市長訪日 然後後來有感冒 然後還脫了一陣子 大家還說 你們能源政策到底在哪裡 那你可以看到 昨天的能源政策 其實我們是非常謹慎的 不僅是我們國民黨智庫的 執行長柯職人 他現在是議題召集人來主持 此外還有杜子君 還有包含一位能源專家 原本我們預期提出來之後 也許很多爭議的聲音會討論 但是沒想到我們發現 其實正面的聲音其實是還蠻多的 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剛剛說到就是所謂核一核二 我簡單回應一下 侯市長昨天的主題呢 其實是要用五媒台灣 來對決非核家園 那核電正式列入能源選項 是其中一個 那他講的核一核二 不是說我們直接現在就直接研議 而是說核一核二核三 在第一任期呢 先完成檢查檢修的工作 安全研議重新運轉 同時呢也成立核四等等的相關這些 那我們看到除了我剛剛說 我說的這些正面回應 簡單舉例就好了 柯文哲剛剛我們用個有這個圖表 我們跟柯文哲這個能源方向 是有些大方向是類似的 當然有小方向是不一樣 另外呢產業界怎麼講呢 產業界我們就舉工總就好了 工總呢他出來是說 我們一直以來都主張 是用核電作為基載能源 所以他非常樂見候選人 來提出相關的能源看法 那像我們其實那個 我們知道賴清的主席 也有針對說 國民黨批評民進黨的這個能源 政策相關的能源聲稱跳票 還請大家呢要拿出手機 來去查那個被轉容量的這個 容量率 那我們昨天就查啦 台電的被轉容量 在賴清德主席講的時候呢 是10.03% 距離供電吃緊的所謂黃燈呢 只高出了0.03% 所以代表說我們其實有點緊張 那甚至在七月的時候 也直接出現了被轉容量 不足10%的狀況 那我們也回憶到之前 王美花部長 經濟部長說 我們要調整這個台電的燈率 大家就好奇問說 為什麼 為什麼要調整這個什麼 綠燈黃燈等等的 結果王美花部長他說 因為怕民眾看到黃燈會緊張 那所以昨天我們也聽賴主席的話 很認真去查了發現 只高出了這麼一點點 所以我們反而是要 因為民眾太多的要求 會認為說政策跳票 另外再舉一個 洪生漢委員 他昨天記者會有講話 今天記者會有講話 他反而是很大方的承認 就說很多人批評我們 2025這樣子的能源政策 20%是跳票的 他很有藝術的講說 我們沒有跳票啦 我們只是有一些些delay 我們預估呢 二零二六年 我們晚幾個月而已 二零二六年十月 就會完成二十趴這樣子的政策目標 但是換句話說 百話文來說 這個就是跳票啊 其實我 我問一下齁 你 宜貞你講的當然齁 我尊重你的講法 但是侯友宜 四年前講的話 跟他講的話不一樣 我一直在問說 他沒有回答 他沒有回答假議題 沒有回答黃世修講的說 你算是算假的 你重啟何時是假的 沒有回答所謂的幹事儲存槽 你為什麼官司 行政法院都判你輸了 你還不處理 為什麼 這個都沒有回答 呃 幹事儲存槽 這一個呢 反而是我們要來請教臺電 因為其實現在水保計畫 不是 官司都輸了什麼 還請教臺電 現在計畫其實是在臺電那邊 所以其實新北市政府 這邊也在等待臺電 把這個水保計畫送回新北市政府 可能你沒有把行政法院的判決看清楚 我不客氣地講齁 我看過了 這個其實新北市就是錯了 侯友宜就是錯了 可是他仍然不認錯 假議題到現在不回答 黃世修講的話 你中東算Gay啊 重啟何時你也講的 你當時反對重啟何時啊 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這幾個真正的問題都沒有回答 因為這牽涉到你的誠信 還有我一件事要讓大家了解 我們每倍轉容量現在是10%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只要每多1%的倍載容量 多1%就好了 你知道我們要多花多少錢 你知不知道 100億 100億 而這倍轉容量是什麼意思 很多觀眾朋友 年輕人可能不懂 我來告訴大家 倍載容量就是 我們發電的時候 假如我們發 我們今天用電是用90度 我們要發100度 然後用了90度 這10度是當作以背不識之虛 萬一跳 萬一機組當機的時候 怎麼辦 要馬上補過來的 你知道這10%可以存下來嗎 可以留下來嗎 不能留下來 留不下來 一定要放給土地公 就往地上放下去了 所以我們每發電100度 我們用了90度 這10度就是送給地球了 就浪費了 每1%100億 所以換句話講 倍轉容量如果10%的話 我們每年發電沒有用掉的 浪費掉的就是100億新台幣 所以要搞清楚這個狀況以後 你就知道倍轉容量10%是非常高的 不是只有多0.03 不是 我今天可以負責任的講 因為我當過發言人 這些我研究的非常的透徹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倍轉容量 有的國家只有8% 只有7% 有的國家只有8% 7% 為什麼 因為每1%就是浪費100億新台幣 在台灣 別的國家如果人口更多 那1%可能就是500億台幣 300億台幣 所以要搞清楚這到底是多少錢 不過 這個議題大家在講以外 我想還有另外一個也一起來講 讓大家了解 讓美美來講這個 錢瞻計畫分配不均嗎 國發會一張圖打臉 透過錢瞻計畫達成了區域均衡 大家看看 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錢瞻計畫 實際的補助地方 2757億元 錢瞻計畫中央置辦了1119億元 補助地方是2757億元 每一個人分配多少錢在這裡 所以換句話講 都是補助地方 六個燃直勝縣市 人均獲配超過2萬 超過2萬塊耶 每一個人喔 民進黨說 柯文哲無軌搬運 濫用二倍金 侯友宜拿錢瞻炫耀 竟然還失憶 侯友宜拿到很多錢瞻 一直在謝謝 現在要選總統了 全部都忘記了 錢花到哪裡去呢 綠小姬開記者會說 批柯文哲 批侯友宜 你財政紀律有問題 柯文哲稱自己還債市長 但扣掉法定還本的金額 其實只還了42億 炮轟侯友宜拿全國第二多的錢瞻預算 拿全國第二多耶 還好意思罵錢瞻嗎 包括長照公託公安執行都不佳 還質疑這些錢花到哪裡去 你拿的第二多的呢 現在拿了一堆以後 他現在就動不動就拿個關公出來說 侯友宜穿關公的T恤 拿來整個 你看這裡 把關公印在這裡 南寧陷入關公大戰 侯友宜說希望發揚綜藝 重誠性的精神一起往前走 官聖帝君聖誕將至 我們的民俗專家廖大宜講的這些話 他說這一些偽善的小人 害官公顏面無光 這些偽善的小人呢 無論是誰要選的還是尚未確定要選的 要選的濫用官公 當然指的就是侯友宜嘛 尚未確定要選的指的就是誰 就是郭台銘嘛 竟然賈這個官公的名義 打著重情重義 重難弱的招牌 行政治利用之時欺騙人民 所以美美 這個說 人家說他是拔輸掉 拔壞掉 那個說 求人平民說是拔輸掉又翻倒 兩邊這樣子講 這叫重難弱嗎